全意问答 他一定做坏事就比较少了 因为他经济方面各方面好 这个地方 这个人如果福气没有 整天穷的呢 那么他开始就做坏事了呀 抢啊偷啊骗的 那是不是他业障就中了 现在还不明白 那师父如果前世做了很多好事 又做了很多坏事 他这个业障也很大 福报也很大的话 那会不会就是业障大了以后 就没办法就是 消福的 所以叫消福消瘦呀 坏事做了太多的人就消福 取个简单的例子 有一个女人长得很好看 对不对呀 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女人 结果就是因为 自己整天为了一点钱 跟这个男的搞 跟那个男的搞 弄到最后 看上去三十多岁 看上去像五十多岁的老女人了 这还不叫消福了 把他的福气都消掉了 谁还能爱他 听不懂啊 好了 听不懂 好了 好 谢谢台长